借银一年之后好事连连 我要说的是 在借除银鞋的这一年来 是我三十多岁的人生最幸福最幸运最开心的一年 我并没有手银的习惯 但一直都深受其他性行为所害 年少时已经经常进入色情场所 这导致我的工作 感情一直不顺 尤其我身体还染上隐疾 可怕的是父亲居然患上了精神病 至于财运甭提了 但自从我立志借银鞋后 我将所有色情DVD扔掉 今年我没有上过一次色情网站 连一些就算不是色情 但可能与之有关的文章图片都一概有意避开 色情场所更是避之不及 平时供奉菩萨 尽可能多念佛 福报很快来临 来得如此之快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首先是因为我上一年帮了公司一件事情后 有立功表现 公司奖励了我五万元 以前我知道会有奖励 但绝对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 扣除税后 也有四万多元 我这么多年来没有什么积蓄 我就靠着这几万元开始供了一个楼 那感觉真的非常好 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事 而一年前我还在为这件事愁眉苦脸 年初亲戚帮我介绍一位女孩 我们两人都觉得很满意 前一个月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的妻子虽然文化水平低了一点 但贤良舒德 相貌端庄 手脚勤快 令我惊喜的是 她也喜欢供奉菩萨 也有念佛 虽然文化低 但人很聪明 教她电脑什么的 学得很快 找份工作也一天就找到了 婚后的生活很美满 而这一切 仅仅在一年前 连想都不敢想 就算想到我终有一天会结婚 也不敢想上天会给我这么一个这样好的女孩子 我们的房市是很节制的 今年年终由于在工作中帮了我老板的一个朋友 这个人在老板面前美言我几句 于是我老板立即就跟我加了工资 而且幅度还不少 而他的这个朋友 我当时连见都没见过 他人在美国 我只是帮他向国家申报一些东西 其实整个操作过程也不是很难 都是照张办事而已 加了工资后就一下子就解决了我工楼的紧张状况 而我的父亲在医院因患有精神病呆了六年 今年由于病情转清 这个星期天就准备接他出来了 也了却我的一个很大的心结 上面这几件事是对我个人来说比较大的事 还有一些生活小事 就不在这里详述了 而在以前 上述其中一个任何一件事 对我来说都遥遥无期 各位看君 你们应该知道借银鞋的力量了吧 回想起来 再看看其他因银鞋而折服的例子 对比我以前的生活 我坚信 这些改变与借银银鞋有必要的因果关系 有些出社佛的人 觉得这种联系有点虚 有点勉强 甚至认为只是碰巧而已 其实大谬 本人不猜 但我想 就算我们用一些科学的原理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一个人能够活得幸福 活得开心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有正气 有底气 才会有福气 而一个银鞋的人 时常出入那些风月场所去干苟且之事 心里明白你被邪魔控制 却又身不由己 如此陷入一个内疚自责 但又固态富盟的恶性循环 长期以往 对身心造成的伤害极其之大 整个人出于微米的状态 哪来的正气和底气 只有阴气和霉运跟随了 注意 心瘾非常难见 我们每次重犯时都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 总在为自己找借口 但想再往回看 我还算基本成功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 要加强自我暗示 当你决定借银鞋后 如果有任何好事发生 就算是一些很细小的好事 你都要暗示自己 你看 借银鞋就有福报 就是有好处 就是好运 如果碰到一些不好的事 你同样要暗示 这些都是以前银鞋的恶报 一定要尽快戒掉 我就是通过这些自我暗示的方法 同时加紧念佛 要真的对佛有一个坚定的信仰 而不是将佛当作一个方便之门 只有这样 你才会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 才能挺过一些反复期 我想 有些手银的朋友 也可以参考一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借除银鞋可能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一套 不可能以义当权 但有一点你要永远记住的是 借银鞋一定能带来福气 而银鞋一定能导致恶报 为了你自己 甚至为了你的家里人 你的后代 你都要戒掉 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虚无缥缈 而是实实在在 更不是某个人碰巧所欲 不是特例 无论是恶报还是福报的例子 在网上比比皆是 致用来个人碰巧所欲 不过来 我认识分析 我认识分析 我认识分析